生命点是 慈悲方言 如囚 心与生的祈祷 大多数的人都听说过 心的祈祷 但其实生的祈祷 也一样重要 当佛教或基督教的 僧侣们祈祷时 多是屈膝下跪和掌 并低头礼敬 祈祷的必要条件 是身体、语言和心灵和异地 活在当下 光用语言祈祷是不够的 心与生也要专注 才能让祈祷有效 或许 这就是为何许多宗教 如佛教、鬼教、东正教的祈祷 也包括了福地礼拜 这种礼拜降低自我 打开心胸 引人更亲近大地 从自己的祈祷中 我发现 对活人祷告 和对王者祷告 一样有用 神边的人 若快乐静面 便能增加我们祈祷的能量 周遭的亲朋好友中 有些是坚定而很有启发性的人 想到这些人 就能为身体注入更多能量 在困难时刻 如果将我们的心 导引向自己相信的人 我们会更有力量 克服生命的漂泊不定 所以我们能心想着 鼓励自己的人而祈祷 也能向我们的团体祈祷 佛教中的菩萨 是指那些具有慈悲和智慧 活在世上的伟大人物 菩萨有能力聆听我们 了解我们 并能力聆听我们 并能用他们的力量和心意 帮助他人 什么是菩萨呢 菩萨是一位有能量 去了解爱并行动的人 好比观音菩萨的必要本质是爱 而爱在此生中是真实的 观音菩萨是男是女 是黑是白 是小孩或政治家都无所谓 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观音菩萨 人必须有很强的怨心 才能成为救苦救难的菩萨 因为有毅力有远心 才能让您在面对逆境时 也不放弃救度众生 祈愿文 祈愿三宝忽悠 世事平安 祈愿四身一切众生 住于清净地 祈愿三界一切众生 生于莲花座 祈愿一切众生 祈愿一切众生 免除被宰杀的痛苦与恐惧 佛法的修学 佛法的修学 就是破烦恶 就是破烦恼 破执着而已 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去掉 我们的智慧能力就能恢复 佛教是智慧的教育 是智慧的方法 学佛就是学习佛菩萨的智慧过生活 所以学佛目的是求智慧 求解脱 剖离我们现在烦恼的生活 张家大师指点佛法的入门是 看得破 逛得下 从哪里下手了 从古诗 不失不一定是财物 也可以不失我们的死悲心 忍爱心 我们生活在这时间 要对自己用忍辱 喜舍心 对别人 用慈悲心 护他心 修行 就是修菩提心 对自己要清净 对别人要慈悲 要平等 今天 菩提心 为什么 发不出来呢 就是因为 齐心动念 只想到自己 我 我的利益 因此 菩提心 永远 发不出来 佛教的修行法 就是要发展空信的智慧 唯有发展空信的智慧 才能升起包容心 慈悲心 慈悲心 关怀心 并消除所有的烦恼 学佛 所能得到的是 内心清净 平等 正确 因此 表现于外 是对一切 有情众生 实际 有人问 廉耻大事 明知武裕 毒害甚深 偏偏 又断不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 大事回答 人 有解 有物 这 只是解 而为物啊 如果学佛 只是在求解 眼睛 虽然可以 帮助我们 开智慧 但是 佛法 重在实行 修行 不单单 只是 知己而已 因为 三昧 没有现前 所有知己 都不是真智慧 都不是真智慧 因此 我们学习了佛陀的教法 就要去运用 光听到了 只是文会 这还能够 要去思维 这属于思慧 思维之后 要依较 要依教奉行 才能进入 修慧的阶段 才能 开智慧 智慧是什么 是定性的启用 就是 清静 就是清静 心起作用 如果没有智慧 心就不能清静 妄想 执着 分别 烦恼 自然 产生 什么是妄想 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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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妄想 什么是执着 我执 法执 是病根 喜心动念 都为我 我只不过 难以入道 使法界的夜音 就是妄想 分别 执着 我变现出来的 念念有我 念念为我 这是 严重的执着 这个执着 让众生 永远在 生死轮回中 没办法 脱离 三界 六道 心里 影响 生理 众生 所有一切 病苦 都是 从妄想 上来的 把妄想 执着 去掉 让身心 清静 恢复到 自然 则体质 改变 自然 可以 补生病 因此 佛陀出其教法 三法印 即是教导弟子 观诸行无常 观无常 即能厌恶世间 而求处理 能厌苦 即能通达无我 无我所值 即离一切爱欲 礼欲 即离一切烦恼 所以 能得念恩解脱 直到相处一切烦恼之前 我们的生 死 都只会通往 两条路 恶取 或 善取 我们究竟 会走上 哪一条路 完全取决于 我们平时 所造想的业 内心 若充满着 坦诚持三毒 将来的果报 就是三恶道 三恶道 从哪里来 从坦诚吃 变现而来 我们心里 有四地 就变现阿罗汉 心里 长保有六度 四舍 就是菩萨 因此 学佛 首先 就是要学习 放下 为止 把法界 十相 远近 这 就是 看破 看破之后 自然会放下 放下恶念 放下恶行 不再造恶 所谓放下 并不是放下 日常的震荡工作 放下 放下不是放弃 世间俗悟 若放在心上 心就不能清静 遇到五欲 就黏着了 因为 使我们生起痛苦 烦恼的 并非无常本身 而是我们 对无常的拒绝接受 和执着 世间 是常的 错误认知 在这时间 唯一不变的 正是变化 也就是 无常本身 被动的无常 是无奈的 是世间的实相 唯有透视 无常法则 积极关照 实相的 生活智慧 才是 从容 面对无常 不为 无常所困的 唯一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福建人、广东人 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会在门口点一支香 这一支香 点在上面 供养一皇大帝诸神 点在下面 布施给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 把这么优良的 传统的佛教习惯 继续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 至少点一支香 放在树下门口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你愿意再点一盏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那更是庄园 你愿意布施一杯水 又放在旁边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 你会发觉 你生命改变了 你心灵改变了 世界也跟着改变了 愿各位经常慈悲因共 慈悲施死 阿弥陀佛 愿我生生世世 愿我生生世世 望心理他 愿我生生世世 愿我生生世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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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翻开慈悲菩萨行 那我们不可能全部读完 但是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能够把它全部都把它读完 因为太重要 太重要 请翻到八十五页 这些读法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虽然 Hare 杨茜茜茜 很简单 但是各位多去思维 佛教是心灵的教育 开发我们的佛性 佛性就在我们内心当中 一念不生则大悲生 一念不生则佛性生 一念不生则般若生 那既然佛性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如果我们的内心起心动念 那就看不到我们的自信智慧了 所以如果我们内心生起大悲心 那佛性马上就展现了 所以为了如此 能够寄予一些很好的寄送 来引导自己的心